在那个凡事都靠人力的年代,如何修建一座浩大的关爱工程,家喻关长城,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关爱之一,也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,然而,有一个让人不解的谜团,那就是长城上多出了一块砖,几百年来却无一人感动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在古代,我们都知道,因为条件有限,没有现如今的载重设备,所以原材料都是需要人工进行搬运的,家喻关的高度甚至能够达到九米,而如何运输石块,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,尽管当时朝廷派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建设,但是在搬运环节就会卡住,就更不要说整体的进度了。 甚至还有很多劳工在搬运的过程中,就因为体力不支而产生了意外,就在各个官员纷纷感觉束手无策的时候,转机出现了。 当时有一位老人出现在了施工场所附近,并提出了一个办法,利用山羊来运送砖石,将石块放在山羊的身上,利用它轻便灵活的优势,爬陡坡不更轻而易举吗? 那些负责的官员听到之后,高兴极了,便立马下令让山羊来驮运砖块,不过就在此时,老人却频频摇头,说,这座城,缺一物,不稳当啊。 在官员的追问之下,老人才慢慢悠悠地开口说道,缺一块定成砖。 他便让官员将砖放置于嘉宇关西翁城墙城门楼上,放好之后就不能再移动了。 他们将信江仪地问老人是谁,他是怎么知道的,老人却笑笑说,有什么是我苏五爷不知道的吗? 官员一听,便立刻将砖头放置在了城门楼上,也因此,这块砖被称之为定成砖,不过还有传说称,这两块砖为神定砖和定龙砖,相传神仙在看到高大的城关之后,倍感震惊,甚至也想不出来人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,一边感叹着人的神奇,一边想着一探究竟。 当他问到一位百姓时候是这样回答的,高大城墙保安稳,妻儿方可家中作。 神仙听到这个回答之后,对人们之间的情义无比的感动,便放下一块砖作为约定,说如果这块砖不动的话,这座城就永远不会倒塌,那么定龙砖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? 相传长城是按照龙脉的走向进行建造的,长城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敌,也是为了保护龙脉不会被损害,而城墙上的这块砖。 就是为了能够稳住龙脉,维持住王位的稳固,虽然这些传说流传甚广,但是熟真熟假我们也不得而知了,不过嘉玉关的重要程度确实不容置疑的,而它的建造过程也是一段非常值得铭记的历史。 众所周知,嘉玉关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,它存在于甘肃省嘉玉关市。 是明代西北边防的一个重要关口,曾被称为河西咽喉,不过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,在宋元以前,却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,最多君王只会派人来巡查巡查,检查一下来往的行人而已。 但是这样的境况到了明代之后,可就有些危险了,随着西边吐鲁藩民族的日益强大,中原地区的人民频频受到他们的骚扰,对正常生活和边防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,很多地方不堪其扰,于是上书给朱元璋,请求攻打吐鲁藩,朱元璋眼看着自己的子民身受威胁,便下令北伐,只是日益强大的敌方,也让他们陷入了更加艰难的持久战之中,此时的朱元璋意识到,国力大概支撑不了这么频繁的战乱, 自己的子民也需要休息了,就在进退两难之际,朱元璋的一位部下在凯旋回程的路途上,察觉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,深入考察之后发现,河西走廊作为重要的战略通道,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,都需要经过此地,如果能够在这建立防御系统,那么对吐鲁藩就会有很大的限制作用,他回去之后,就立马上书,奏请朱元璋能够在河西走廊修建家喻官,希望能够借此抵御外敌,朱元璋听到这个建言之后, 龙岩大悦,这可解决了他一直以来心头的隐患,于是受益官员尽快修建家喻官,就这样,经过劳动人民的不懈努力,家喻官历经好几年,终于修建完成,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, 对明朝的国防和保卫河西走廊的安全都有着重大的意义,尤其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后,明朝的军事渐渐走向衰退,此时建设防御工程更是重中之重, 所以后人不断地加盖城楼,并在家喻官的两侧修筑明长城,从开始建设家喻官,到明长城的建设完成,期间断断续续经历了168年的时间, 后来也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,逐渐被定为西域进贡的唯一路线,家喻官本身就地势险要, 再加上旁边修建的长城,以及密集的烽火台等等,组成了一系列非常严密的防御系统,一手难攻,所以家喻官还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官, 而家喻官之所以能够在百年风雨之中屹立不倒,与他的组成材质以及古人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离不开关系, 据说在城墙堆砌完成之后,项目的负责人还会找来弓箭手对城墙进行测试, 弓箭手站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进行射箭,如果射出来的弓箭能够进入到墙体之内的话,那么一切就都要推到重来, 而修建时所需要的黄土,也都是经过了千挑万选的,甚至在建造的时候加入了很多棉码和灰浆, 这是为了增强黄土的粘性,能够让城墙更加牢固,时至今日,家喻官已经变成了一处名胜古迹,承载了历史的记忆, 也见证了民族的发展,只是在这样一丝不苟的城房建设中,人们也不难发现城头上摆放的那块砖, 在严丝合缝的连接之中,它究竟是为何存在,在明代正德年间,家喻官身经百战, 已经有了较为严重的破损,所以不得不重新翻修,首先发现安全隐患的就是李端城, 他认为此时的程度根本就不足以抵御外敌,于是便立刻上书给了皇帝, 在皇帝的支持下,他们立刻在全国发布了告示,寻求能够完成建设的工程师, 而这时候,一开战带着他的图纸,走进了李端城的眼里, 一开战从小就对于算式和土木工程方面有着超高的天赋, 他甚至还自创出了一套算法,后被称之为九九算法, 他可以通过这个算法,来准确地计算出,工程所需要的具体材料和数字, 能够极大的节约人力物力以及财政支出,不仅如此, 他所设计出来的建筑内外兼修,不仅从外形上非常美观, 而且在结构上也是无比的牢固, 所以当他把家喻官的设计图纸图纸呈上去之后, 很快便被定为总设计师,在一开战上任之后, 果然很快就算出了准备工作所需要的钱财, 将每一笔支出都能够算得明明白白, 他这种做法得到了皇帝的赏识, 但同样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, 在明朝时期,闻五百官的工资都是非常低的, 所以贪污腐败的风气在朝堂之中盛行, 只是经过一开战的运算, 很多官员就再也捞不到任何油水了, 这不再建造家喻官的时候, 朝廷就派来了一名叫做好空的监工, 他本来是想借着这个项目能多赚点, 可谁知竟然碰上的是一开战, 便立刻将他当作眼中钉, 肉中刺, 一直想要找机会解决掉他, 以免断了自己的财路, 就在这天, 他们在城楼上相遇了, 他话里话外都是对一开战的敌意, 你算算建好家喻官要多少砖块, 我可是要派人去采购的, 当然如果最终结果有差别的话, 那我可是要来问罪的, 此时的一开战虽然知道这是对方的刁难, 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, 而好空可谓是喜上眉梢, 在他看来, 即使计算技术再好, 也绝不可能得出如此精准的数字, 不过在一开战说, 修建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, 后, 他为了保险起见, 最终一共买了十万块砖, 此时连工人们都开始替一开战捏一把汗, 此时不管怎么看, 都是一开战会被算计成功, 就在众人忧心忡忡的时候, 事情却突然发生了转机, 好空在验收成果的那天如约而至, 他看着多出来的一块砖, 不屑地称一开战将要受到处罚了, 谁曾想, 此时一开战却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开篇的那一句话, 古人对传说什么的还是比较信奉的, 好空只是想着把一开镜拉下水, 可没想着害了自己, 要是拿走了那块砖真的出事了, 他可承担不起这个风险, 于是事情后来便也是不了了之了, 但是这个故事, 却一直都被人们口口相传, 流传至今, 这块砖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发展, 也更是工匠精神的体现, 其实不管是民间传说, 还是真实发生的故事, 这背后所蕴含着的, 都是人民希望家御官能够屹立不倒的祈愿, 到工程结束, 监视官检查时发现, 城墙上多出了一块砖, 顿时想起了与一开战的约定, 心中已经开始幻想如何治罪对方了, 但是, 一开战风轻云淡地解释道, 那块砖并非多余, 而是一块神圣的定程砖, 他说, 有神仙托梦告诉他, 必须铸造这样一块特殊的砖, 否则家御官城墙就会坍塌, 这块砖可不简单, 是他们一群工匠, 花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完成的, 监视官将信将疑, 一开战便说, 如果不信神仙, 大可一事, 到时候城墙出了问题, 可别怪我没提醒您, 而且您不敬神明,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, 监视官虽然对一开战的说辞半信半疑, 但想到自己做的那些亏心事, 如果真惹祸上身就糟了, 再加上这次工程做的确实不错, 他在尚书那里也有了好印象, 万一因为自己节外生之初A事, 那自己的仕途就算是完蛋了, 权衡利弊之后, 监视官认怂了, 他满脸笑容对一开战说, 老义, 你做事我放心, 我这不是出于谨慎, 多问问吗? 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, 你就不要和我计较了。 我看你这工程做的不错, 到时候, 我一定会为你表功的, 一开战通过这一招, 不仅避免了监视官的非分之想, 更是给了对方一个教训, 让他以后做事时能有些敬畏之心, 这位大工不仅精通工艺, 更擅长运用智慧来应对险恶的环境, 他的这一举动, 不仅维护了工程质量, 也体现了他对正义的坚守, 就这样, 那块定成砖被保留了下来, 见证了古人的智慧和正直, 家喻官以其坚固的城墙和精湛的工艺, 成为了中华建筑史上的奇迹, 也昭示了中国古人在面对崇大工程时, 所展现出的非凡智慧, 他见证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, 永攀高峰的气概, 也折射出中华民族追求真理, 敬畏自然的传统美德, 家喻官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雄官, 正是源于这些质朴而伟大的民族智慧, 这座关爱不仅在冷兵器时代, 成为了无坚不摧的屏障, 在现代也成为了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要塞, 可以说家喻官的建成不仅是一项建筑奇迹, 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一个缩影。